好,我们前面介绍完光合作用之后 那光合作用光合反应跟谈谈反应的反应步骤这么复杂 所以我当时是想要编一个口诀 让各位可以记忆这整个过程 后来我的口诀越编越大 编到大到我都自己都不能记 所以其实蛮失败的 那我的口诀是想要把它编成一首情诗 我先聊一天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的情诗它设计的内容 两星相细柳巴叶 一生糊涂想情艳 河碳源泉难在得 光影传递永续叶 就字面上的翻译就是情诗嘛 两个爱人的心 相细的样子 就像细细长长的柳树 可是它的浑厚的根基就跟柳巴 就是芭蕉叶很像 所以才叫两星相细柳巴叶 那一生糊涂想情就不用讲了 这是非理性的一个决定 就是爱你就爱到底了 那问题是我们爱的那个力量 可以永远的支持吗 因为后面提到有这么多孤独的夜晚 那我们的爱情可以继续连续下去吗 就会哎呀 河碳源泉难在得 你不用叹了 因为我们爱情之光 永远的传递 让我们每个夜晚都可以永续下去 依这边来讲 它是个情诗 那这首诗的诗名呢 在长头上 就是长头诗 我称它叫光合一 一两就是光合一二 这首诗诗名叫光合一二 其实就在描述光合中的那一两件事 对不对 那其实我的长头诗的反过来念 也是警示大家 提醒大家 当你被二一了 何来的光产了 叫二一合光 读了这么多书 结果没有好好努力考试 被二一了 二一合光 对 那这是这个诗的字面上看到的 那这首诗对于我们光合中的学习 有什么帮助呢 请看旁边的注解 它是在提示各位光合中的细节 比如说前两句话 其实就是光反应 好我们想光反应怎么说 两就是二了 在光系统二 它先进行作用 进行光水解 光系统二 反应中心是P680 它的天线色素是叶黄素 没有胡萝卜素素 是叶黄素跟叶绿素B 那接下来是光系统一才发生作用 当电子传到了光系统一 光系统一 它的天线色素 辅助色素是胡萝卜素 它的反应中心是P700 所以才叫157 好接下来是所谓的碳反应 这个部分是碳反应 碳反应的步骤稍微不杂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这些字 这些字是什么呢 RUBP 二磷酸合同糖 接收了二氧化碳 经由还原反应 产生二磷酸 产生磷酸甘油犬 这是三碳糖 那磷酸甘油犬呢 在经由再生作用 又恢复了前面的二磷酸合同糖 RUBP 继续做卡尔文循环 所以这是个碳循环的介绍 那碳循环这样子的运作 被什么东西支撑的 被什么动力支撑的 还是靠光反应来做 因为光反应 它的电子传递列 可以让你产生ATP NADPH 而帮助你的碳反应 可以永远的进行 所以这种诗看起来 后来解释的是科学上的东西 你不觉得光反应跟碳反应 就像你对情侣一般 互相依赖着 然后共同合作 做好了这些物质或能量的转换 好 以上是我这种诗 它的意思 那永续业的业 其实指的是晚上 其实是指过去所说的碳 暗反应 光合作用的电子传递列 它的产物可以帮助你的暗反应 但是现在的暗反应 都已经改叫碳反应了 也就是中间这个部分 好 以上就是这种诗的内容 好 这种诗的内容